嘿,大家好,我是星掌 今天给大家讲部经典的怪物电影 小魔星,又名小魔杀 小魔星这名字听着似乎有些萌萌的 但他却是一个见血封喉的冷面杀手 被他咬一口,除了死亡你别无选择 故事发生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生物学教授带着他的团队前往雨林深处 采集生物样本 很快他们就来到此行的目的地 一片与世隔绝的峡谷 教授拿出弹枪朝一棵大树喷洒毒气 没过一会儿,树上就下起了昆虫雨 各种奇葩生物被毒死掉落下来 其中有一种蜘蛛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这是一个未知的新品种 并且幸运地抓到了两只活体蜘蛛 要门采集完整后,台上设备返回营地 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 一只大蜘蛛悄悄地钻进了他们的背包里 回到营地,教授立马对蜘蛛进行研究 震惊地发现这种蜘蛛居然没有生殖器官 猜测蜘蛛的习性类似于蚂蚁 他们抓到的就相当于兵蚁 只负责进攻于保护女皇 这让教授十分兴奋 助手老王因为不适应雨林的环境 身体有些不适 磕了点药后准备小气片刻 而跟他们回来的大蜘蛛也偷偷地跑了出来 还钻进了老王的被窝里 结果可想而知 老王被大蜘蛛咬了 就这样获得了超能力 变成了新一代的蜘蛛侠 那是不可能的 老王没挣扎两下就死了 可见这种蜘蛛的毒性质大 教授也搞不懂老王为什么死了 只能让人把老王的遗体运回家乡 他们就地取材 做了一个简陋的棺材 而那只大蜘蛛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进去 大蜘蛛越过高山 跨过大海 来到了老王的家乡 一个美丽祥和的小镇 殡仪馆的大叔打开棺材一瞅 就有点犯了愁 这咋还给哄成人杆了 也没法化妆了 只能给老王的家属打电话 问尸体怎么处理 是红烧啊还是清蒸啊 用不用蒸点酸酱什么呢 实际老王是被大蜘蛛吸干了血 大蜘蛛从棺材里跑了出来 先是吓跑了汪性人 后又吓跑了猫性人 刚跑出屋子 就被一只笨乌鸦当成了食物 结果枪奸不成反被操 反而被大蜘蛛给堵死了 男主之前是一个城里人 后来感觉大城市的雾霾不利于儿女的健康 就举家搬到了乡下生活 现在是一名乡村医生 别看男主长得人高马大 但他患有严重的蜘蛛恐惧症 家里有个小蜘蛛都得直挖回了的 叫媳妇小美处理 心善的小美不忍心伤害小蜘蛛 将其放送在废弃的仓库 然而那只大蜘蛛也躲进了这里 然后两个蜘蛛就啪啪啪啪啪啪了 而小镇的噩梦也就此展开 第二天小美来仓库溜丸 发现里面布满了猪瓣 这让小美大为惊奇 之后还拉着丈夫进来参观 美名其约帮了克服心理恐惧症 由于房子年久失修 男主在爬梯子的时候不慎跌落 浑身挂满了猪瓣 吓得不要不要的 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类似软潮的东西挂在房子上 显然那只母猪已经在他们的仓库里筑巢了 毕竟很快就孵化出一批小蜘蛛 虽然小蜘蛛是由大蜘蛛和普通蜘蛛杂交而来 但根据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 小蜘蛛保留了普通蜘蛛的小巧灵活 又兼具了大蜘蛛的高智商和剧毒性 同时他们也是没有生殖器的兵猪 攻击性非常强 第一批小蜘蛛就这样散了出去 小镇居民也接二连三的受到了小蜘蛛的袭击 首先是男主家隔壁住人的老太太 晚上吸灯睡觉的时候 被小蜘蛛咬了一口直接鼓带 次日小镇全都知道了老太太猝死的消息 当地的老医生更是将矛头指向了男主 因为男主停了老太太的药 男主相信自己的医术 要求解剖尸体 结果遭到老太太家人的反对 第二天男主给橄榄球队员做踢件 还看了一场激烈的橄榄球对抗赛 结果一名橄榄球队员死于非命 原来之前有一个小蜘蛛爬进了头盔 男主再次背锅 在当地混了个索命医生的雅浩 第三个死的就是与男主不怎么对付的老医生 老医生的媳妇目睹了丈夫的死亡经过 告诉他们丈夫死前被一只蜘蛛咬过 但除了男主外 没有一个人相信是蜘蛛杀人 因为就算剧毒的黑寡妇 也不足以让一个成年人瞬间逼命 但男主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这三级死亡事件都与蜘蛛有关 第二天局长打电话给男主 说老医生急缺死于中毒 他有些相信了男主的话 就让男主着手调查一下 男主结合三个人的死 再联想到变成干尸的老王 觉得这里面有所关联 于是找到了生物学教授的联系方式 夜里大蜘蛛和母猪带着软巢 寄居到男主家的地下室里 第二批小蜘蛛即将诞生 第二天男主给教授打电话 寻求帮助 教授并没有重视 只派来一个助手确定情况 他们挖出了之前埋掉的尸体 之后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果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蜘蛛的咬痕 确定了几个人的死因 助手立马给教授打电话说明情况 教授表示明天下午过去 但在这之前 尽量捉一只活起蜘蛛进行研究 于是他们来到老太太家里 果然在这里找到一只活着的小蜘蛛 要知道这种蜘蛛是煎血蜂猴啊 所以两个人都很害怕 好在还是有惊无险地抓到了他 与此同时 一个洗澡的妹子遭到了蜘蛛的袭击 万幸的是蜘蛛并没有袭击他 但也把妹子吓得不轻 妹子的老爹请来杀虫专家胖胖男 清理蜘蛛 然而什么也没有找到 却在离开时 在门口碰到了一只 普通的杀虫机没什么卵用 丢了面子的胖胖男 只能一脚将其踩死 另一边 赶到小镇的教授 对他们抓到蜘蛛进行了白鼠实验 给其注射了蜘蛛的毒液 果然倾刻逼命 通过显微镜观察 他们也没有生殖器官 教授端定 这就是雨林的蜘蛛与本地蜘蛛交配产生的后代 然后详细说了下这种蜘蛛的霸道蜘蛛 大蜘蛛与本地蜘蛛交配 虽然繁衍出来的蜘蛛没有生育能力 寿命也很短 但其中会出现一只女王 大蜘蛛在与女王合力 建造一个卵巢 完了大蜘蛛在与女王进行交配 繁殖出有生育能力的蜘蛛 之后这个族群就远远流长 生生不息了 它们会不断地向外扩展 它们就有剧毒 想想就觉得可怕吧 当物至极就是摧毁猪潮 因为大蜘蛛最先出现的地点是殡仪馆 于是男主 助手和胖胖男三人前往殡仪馆 此时殡葬夫妇正看见是吃爆米花呢 一美留神 直接把小蜘蛛吃进了嘴里 等男主一行赶到的时候 夫妻俩已经狗袋 教授这边看到了墙上的照片 正是小美拍的猪网照片 教授迅速断定 卵巢就在这里 就让小警察带他去看看 到了废弃的仓库 教授让小警察却把男主他们叫来支援 而他自己则率先进去查看 看到了猪网上的猎物尸体 教授更加断定了 这里就是猪潮的所在地 结果大意之下 被大蜘蛛袭击狗袋 男主得知自己家就是蜘蛛巢穴后 紧张地跑回家里 好在家人都安然无恙 而胖胖男子进入废弃的仓库处理蜘蛛 他患上了强酸杀虫剂 杀死了不少的小蜘蛛 此后又发现了教授的尸体 但却并没有发现蜘蛛的卵巢 此时男主家里钻出大量的蜘蛛 他们想要慢慢的跑出去 结果被蜘蛛给堵住了 没办法只能跑到楼上 从卫生间的窗户跳出去 留下断后的男主还是没能逃出去 仗着自己的主角光环 他决定从正门冲出去 结果脚底下一滑 从楼上摔了下去 砸穿了地板 掉进了地下室 然后惊恐的发现 这里就是蜘蛛的巢穴 还差点被蜘蛛女王咬到 男主想跑出去 却发现地窖的门被锁死了 男主只能背水一战 克服心中的恐惧 硬刚蜘蛛女王 好在男主敏机性高 直接把女皇扔在电闸上出溜死了 抬头一瞅 又发现蜘蛛的软巢 就准备一把火烧掉 结束这一切 结果被看守巢穴的大蜘蛛 吓得当下一颤 手一机灵 扳倒了酒驾 把自己死死的砸在了下面 一番斗智斗勇后 还是男主技高一筹 将大蜘蛛丢进了火里 大蜘蛛变成了一只火焰猪 还不死心地仍向男主扑来 结果被男主一枪钉在了软肠上 一石二鸟 完成了WQ 剩下的小蜘蛛也被胖子男搞死 一场蜘蛛浩劫就此结束 男主也克服了多年的蜘蛛恐惧症 与妻子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电影就此结束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都是对警长的莫